原意為已經告一段落 沒想到戰火在29日再度點燃 韓潮熙一早無預警在Instagram上 PO出9張黑地百字長文 再度開炮會例 這回連男友柳君烈都被點名 韓潮熙先是再次澄清和柳君烈相識的時間點 就是在去年11月的攝影站 而被拿來討論的北極熊娃娃 則是她在2021年買的 絕對沒有無縫接軌 而被拿來討論的北極熊娃娃 而對於外界批評柳君烈的長相 韓潮熙胡愛說道 對她來說外表並不是一切 這還不懂事的戀愛不同 認為自己身心靈都比過往還健康 韓潮熙不斷強調自己沒有無縫接軌 而惠莉在道歉文中 提到去年11月和柳君烈見面的部分 據她所知也不是為了要複合 韓潮熙也提到 對於其中一名當事者始終閉口不談 感到很鬱悶 也擔心自己是不是被謊言迷惑 希望雙方可以出來說明事實 文中韓潮熙再次開槍惠莉 表示無法理解對於前任有新女友這點 是有什麼有趣的 好奇惠莉為何要把不是為了 復合而傳的訊息講得好像充滿留戀一樣 把分手四個月後交往新對象的人 說是無縫接軌卻有一句話都不說 儘管文章事後秒刪除 人引發全網熱議 不少網友對於韓潮熙的舉動 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還有人納悶表示 金賽倫都出來救你了 你又拿槍口怼自己 只是原本看似已經平息的風波 不過找怎樣看來 連韓潮熙都不確定有劇烈說的究竟是否為事實 卻又不斷胡亂開炮 再次搞砸了自己的良好形象